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茄子是非常常见的家常食材 它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茄子的做法有很多种也非常的受欢迎 茄子在制作的过程中会很容易吸油 怎么做才能够让它更加的入味 而且也不会有太多的油 咱们今天就来分享一道小炒茄子的做法 首先把茄子改刀切成长段 先放入一个大盆中 然后在里面撒入少许的盐不需要太多 稍稍把它搅拌均匀略微腌制一下杀出水分 准备一个洗净的大青椒 直接把它改刀切成滚刀块 添加适量的红广椒搭配颜色 同样切成滚刀块 切好后和青椒块一起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的蒜苗有增香的效果 把蒜苗的根结先拍至松散 然后再切成长段 切好后把蒜苗的根结和叶子分开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稍微多一点的大蒜 把它拍至松散后再直接切成小蒜粒 切好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少许的腊肉或者是五花肉都可以 肉的用量不需要太多 起到一个增香的效果 把腊肉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先调一个碗汁 在碗中先加入两勺的生抽 加入一勺的蚝油提鲜 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碗中的调料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调好的料汁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先把锅烧热 淋入少许的油不需要太多 来回晃动锅 把锅的四周尽量给它润一下 再把腌制略微变软的茄子条倒入锅中 还用中小火先把茄子在锅中给它编制 把茄子在锅中尽量煸出水分 煸炒至茄子微微变软 而且茄子的表皮有这种焦黄的状态 再把它盛出来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浇适量的油 把切好的腊肉丁先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在煸炒腊肉丁的过程中尽量把它煸出油分 把腊肉丁炒至到收缩表皮焦黄的状态 然后在里面加入一勺的辣椒酱 用中小火把辣椒酱充分的煸出红油炒出香味 再加入蒜末和蒜苗的根结 先把它们在锅中充分的炒出蒜香味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的干辣椒 不爱吃太辣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干辣椒炒香后再把茄子一起倒入锅中 先把茄子在锅中和食材充分的炒匀入味 再把准备好的青红尖椒也一起倒入锅中 把锅中的食材给它充分的翻炒均匀 大约炒至半分钟可以闻到浓郁的香味 然后再把调好的碗汁淋入到锅中 把茄子在锅中略微煮至可以让它更加的入味 把茄子在锅中烧至到柔软 汤汁略微浓稠 把剩下的蒜苗叶也一起倒入锅中 用大火快速地把蒜苗叶翻炒至断生 激发出香味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鲜香入味又下饭的小炒茄子 我们就做好了 茄子用这种方法做没有过多的油分 而且绵软又入味 汤汁也非常的鲜美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 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